四月底多伦多 前两天 昨天好像还有朋友在问 哪可以买到垂鹰啊 漂亮极了 开几花来的时候 仙极了 仙啊 我真的是在小区里头 不同的小区都见过 Weeping Cherry Double Weeping Cherry 在这就有 这是Sheridan Nurseries 250 你觉得贵吗 通常一个家 一个院子里头就种一棵 种不了多少对吧 而且通常都把它当做 前花园的主角 你说前花园的主角 花多少钱算便宜算贵 漂亮吧 就开这么一点点 就觉得很漂亮 非常鲜 无论是它的形态 还是它的颜色 对不对 这个好像环顾的四周 这里头我就看着这么一棵 高度 不知道高度还能不能再长高 我见过更高的 真的是见到更高的 也许它会从上到长枝 然后垂 然后再长枝 再垂 再长枝 再垂 大概多高呢 和日本风是差不多高 五六米 也就是说它一点点长上去 然后不停的下垂 现在差不多两米高 但是包括底下一个盆子 底下盆子大概有40公分 作为樱花 有樱花的共同的缺点 必须要先说在前面 其实对于某些人来说 已经不是缺点了 这缺点完全可以忽略 樱花类的都短瘦 短到什么程度 20到40年 你比如说像这一颗吧 20年以后可能就会看到 它不健康的表现 开始流水啊 什么的 但是对于像我这个年纪的人 20年已经是一辈子了 所以你喜欢的话 其实也不是说20年以后 它就不行了 而是开始出现问题 从有问题 从开始出现问题到不行了 可能还是需要四五十年呢 及时把你的房产传给子孙后代 他们也可以重新来过 对吧 小树容易砍 你看还没种呢 先说砍的是 还有其他垂鹰品种 好啦 像天女散花一般的垂鹰 就说这么多 你有什么想法 欢迎在下面留言 谢谢收看 咱们下次见 谢谢 lihat 有什么厉害 有点 확口 有什么内衡